各位網友,早晨,我是五仔 早晨,我是希 我們希5 晨早新聞報傳 請大家給個like 支持我們的廣播 今天天氣如何呢? 來到4月13日,星期六 今天最低氣溫24度 最高31度 天情,日間炎熱,吹微風 唉,嘩 最近越南女首富判死刑 原來有兩個香港人被通緝 究竟什麼? 待會研究一下 另外看看資料 上年有超過一萬個公務員離職 發現原來警隊缺了6800人 嘩,那真的不夠人手做事 治安方面 今天就不算太差 也有個女人在沒有刀弄鎚 不知道幹什麼 攻擊性武器 說她都是古靈精怪的 就是這樣 有很多新聞跟大家說 詳細新聞內容 香港花錢 用了140萬 拍攝60秒 施政報告的宣傳短片 另外,政府新聞處 密切注視社交媒體的輿論 在今年至明年 24至25年 預留了200萬 監察 Youtube 小紅書 抖音 Facebook Instagram 微博 微博 這些社交媒體輿論 透過外判的工作 利用大數據的分析 電腦的程式 工具 留意 我相信 本台已經被盯緊 一定是 不用說 這是這麼大的媒體 一定是要說話奉公手法 另外看到了 小紅書 流傳 有DSE的英文卷 DSE英文卷 開考影片 考評局說會跟進一下 最近考DSE 很多年輕人壓力大 也有個很年輕 16歲的跳樓 我今天看到一個男生 昨天有個13歲的女生跳鬼 真可憐 看到遺書曝光 另外濫用公屋 24歲男 大義滅親 舉報父母租上租 網民說玉石俱焚 這件事 也在小紅書發帖 表示向房署舉報父母 分租給非戶籍人士 為何對他為父母這樣 有網民質疑 報復父母 不想負債債務 可能欠了錢 或者什麼 父母不管了 有些人認為 十有八九是父母偏心 好聽就是大義滅親 難聽就是攬炒 玉石俱焚 他說很難界定是不是大義 但是滅親當然 清官難審家庭事 生舊叉燒好過生潰 哈哈哈哈 在房署到二月底 收了2500個單位 這麼多? 不簡單 其實也不只是這兩個月 提到21年至24年 收了2500個單位 也會的 不說得少的 另外 本學年 超過五萬個學生參加公民科內地考察 內年預算 多1.16億 這群小朋友 學生上去內地看看 交流一下 要付錢 應該的 看看祖國的偉大 看完之後熟習了 現在的港人說 深圳都玩得厭了 開始再北一點 廣州或者去到長沙 很厲害 稍後有些專題說一下 小朋友又上內地交流 另外看看 環保餐具價格有下調空間 但是有些人說 這些東西不行 環保餐具一預熱又變形 紫製餐盒硬度 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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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夠不夠 就是這樣 真的環保 不用法寶膠就用紙 斬樹 其實吃東西的不能重用 不能循環再做 我不清楚 他究竟如何環保法 慢慢研究 好 另外 廟街兩個無牌食屍 霸路經營 檢控了三百次 沒有 繼續霸 食環署新封鋪令 以後不用做了 不用做可能解脫也未能 好 長期霸佔道路做生意 引起草陰衛生阻階問題 超過三百次的檢控 早已被食環 扣到沒有分和釘牌了 就等他 沒辦法 封鋪鋪 這樣 封鋪 不是怎樣 他在這裡做 也有些生意 廟街也多人走 應該可以 退休 應該可以 說回昨天的大火 原來17年來 發了29萬個消防安全指引 但是 完成了 這些不行 這些不行 那些不行 只有38%完成 五年內檢控了74次 火足那檔 嘩 真厲害 油麻地的華峰大客火 香港建造商會頒獎狀表揚 非一般地盤工人 那些工人出來救火 救人 救人 又射水 又剪了鐵絲網 又出動釣機 說他們有勇有謀 成功救了十幾人 是值得光榮 開心 但是你給我 就不覺得有什麼開心 就好像上次 拿椅子去黨都那個 那個廚師 那個都說 沒什麼值得那麼高興 我都救不了人 他救了十幾個 救了十幾個 十幾個 有有有 十幾個 但是真的燒死了五個 始終都 也有份幫忙 另外 有些死者原來是 移民了 本身 七十幾歲的阿伯 回來香港旅行 住那裡賓館 那裡賓館 表姐到廉防認屍 就是 很可憐 是 年紀很大 有些都67 和70歲的 姓曾的男子 一個姓黎的 有香港身份證 有 原來 原來 那個 男死者 年紀大 那個 他本身移民 走了 回來香港旅行 對 誰知道他在那裡住幾天 打算住幾天沒事 這樣燒死了 真的想不到 有些事情 阿里陀佛 這宗火警仍然有四女一男 是危殆的 希望他們盡早康復 華峰大廈還沒有解封 居民分批拿回財物 消防繼續查火災的成因 之前又簡單說了 說是什麼原因 不過現在要再查 查真點 真的要 不要再發生這些慘劇 另外 在赤立角地盤工業意外 有一個男工人 做釘板 釘板工人 失足就跌下去 說跌倒 做鐵枝插穿大腿 哇 宋遠 真可憐 成枝鐵枝插穿了 32歲很年輕 工業意外有人受傷處理 就送去瑪嘉烈醫院 一失足一扇腳 哇 走到地盤 成枝插穿大腿 這是很恐怖 消防員到場 跟他鋸斷一截 連人帶鋼筋 就把他送軟 所以說地盤是相當危險的地方 另外有變態人 九龍塘站偷拍女子裙底 22歲男子被捕 姓陳 非法拍攝觀察私密暴衛罪 偷拍21歲女裙底 在昨天的下午3時被捕 被捕 好啊 捉得到 記仓 行李羽絨裡面 藏了一千萬的可卡因 老年這麼大舊 在巴黎反香港的男人 是港男 難途X光檢查被捕 哦 行李有十件羽絨 十件羽絨 那是很惹人可疑 一件羽絨就說十件 你十件當貨寄 你不用人跟關 就這樣被捕 傻子 29歲 案件交由海關毒品調查科跟進 真的很好笑 你跟著人 拿行李 你又被人查到 查到被捕的人 你就當貨寄 你又查到 就收了一批貨 所以人命也不是很值錢 你會穩陣一點嗎 不會的 一樣可以驗到的 一架飛機有多少人 X光機數很快 哪有得販毒的 除非非法入境 正途入境 你不能離開 又有狗又有其他 神經病 另外說 匿圓村單位 檢獲毒品 43歲男子被捕 有632.4克大毛 27.1克可卡印 6.3克冰毒 市值16萬 這麼便宜嗎 那裡有很多大毛 400多克 有沒有算錯 另外看看 說到越南女首富 張美蘭 死刑 2個港人被通緝 涉案 數碼港前主席 上個月仍然出席活動 這是很大的貪污案 那個叫林家麗 數碼港前主席 上個月仍然出席活動 另外孫克強 迎任張美蘭 香港相關公司董事 真的 有沒有引渡條例 有就糟糕了 港府指個別國家 是否曾提出要求不宜公開 即是他們那些 裡面再內部一點的事情 查詢不到 人就是這兩個 被控 簽署文件批出貸款 造成超過一千億的港元虧損 這麼厲害? 這件事詳細 昨天可以聽Ivan Sir 林家麗說是香港人 但其實他也是越南出生 2016年至2022年 就是數碼港主席 有香港身份證 本來林家麗曾佈住 在張美蘭山頂一間大屋 張美蘭夫婦有六間大屋 在香港市值20億 林家麗被通緝的人 就入住一間 孫克強 還是當他商案公司的董事 就叫做宏基投資香港有限公司董事 是 怎樣? 不知道 香港政府說不說太多 對於港府有沒有接獲越南政府的通緝令和引導請求 港府發言人表示 港府一直致力與其他司法管轄區合力打擊罪惡 有關個別國家是否提出這些要求 不宜公開 不要打草驚蛇 他們自己也知道 他們也知道 張美蘭判死刑 但是丈夫香港人只是坐九年牢 當中涉及936億港幣 這個詐騙款項 真誇張 她丈夫不懂越南話 叫朱立基 說不知道越南時代廣場抵押文件內容 就相信了妻子 兩道簽了文件 最終判監九年 但是女人就要死刑 怎麼搞呢 越南那裡不清楚了 另外說 香港警察那裡缺很多人 六千八百人 有一年 就是去年 22至23年 有萬多人 辭職 辭去了政府部門的職位 就是22至23年 10126人 離職公務員 按年減少361人 警隊六千八百的空缺 上次 要抓那些年輕人綁架的人 在酒店裡 在門口也可以 只是抓到三個 跑掉了一堆 真的不夠人手 真的不是跟你說笑的 所以看到有些人 就叫做警察很好 很有使命感 下水救人 很開心 很有意義 是的 很有意義 看看你們肯不肯做這個 反而不是最多人 警察的空缺率 就是你猜不到 是什麼 很多的空缺都很重要 譬如 漁龍署 漁龍署有19.6% 是空缺 警務署只有18% 漁龍署做什麼 是否撿貓撿狗 捉野豬 那些 我猜是 我不清楚 聽過名字 猜是這些 很多政府工 很多空缺 請人 快去應徵 是的 不知道為什麼不做 五仔也不知道 知道也不說 不說 你們自己 你們自己討論 我們說新聞 另外 又說有個女兒在 武刀弄劍嗎? 深水埗街頭 這是阿姐 用鐵錘敲地 然後武刀 三國無雙 當自己在玩 藏攻擊性武器 就被捕 年約40至50歲 昨晚 接近11點 深水埗南昌街 福榮街交界 鐵錘敲地 還有雙刀 拿雙刀放置 在上至一個電箱上 其中一把出來 在舞動揮舞 發現兩把刀 一把是30厘米長的菜刀 和一把是28厘米長的生果刀 藏有攻擊性武器 和外出時沒有帶身份證 被捕 清醒宋怨 他說不舒服 人們看見你真的不舒服 不知道有什麼大刺激 另外 港男 經營 墓牌飾品被捕 訪300萬 訪Hermes 的首飾 即是賣假貨 在哪裡 在澳門 在澳門經營 怎麼香港人喜歡在澳門犯法 天天都有一宗 經常香港人被通緝 在澳門 令人害怕了我們香港人 才行 很年輕 這個 25歲聖業的香港男子 店舖負責人 另外還有兩個內地人 一個26歲姓王 一個28歲姓羅 這些年輕人 賣假貨 每件賺40至80元人民幣 這樣也好做 澳門犯法其實很容易拘捕 坐的士跟的士司機聊天就知道 傻傻地 在澳門搞事 另外 有藍亞裔的男人 在油麻地便利店 起飛腳踢爛收銀機 所以恐嚇職員就逃走 那麼厲害 剛剛在凌晨時份 在吳松街的便利店 發爛起飛腳 踢爛一部收銀機 星王六十歲男職員 看到這樣 怎麼了 雙方發生爭執了 然後就出現恐嚇的職員 不知道為什麼 執法人員到場 拿了天眼的片段 拿走他的片段 先看看 看看怎樣拘捕他 刑事恐嚇和刑事毀壞 暫時 還未有人被捕 還未被捕 好 開設虛擬貨幣抓换店 偷了客人 675萬 黑幫洗黑錢集團 六男女被捕 警察真是很厲害 缺了6800人 還可以 可以賭破這麼多罪行 其實如果滿人 可能還會被捕得多人 又有一宗 涉及洗黑錢 涉及洗黑錢 又偷錢 另外 獨行賊 拿槍去打劫官堂的抓换店 搶走18萬 嘩 這麼聰明 拿槍還是真槍 有個不知幾歲的人 指客一個顧客和職員 拿走他的錢 搭的士離開 搭的士離開 還未被捕得到 還可以截到的士 沒有人搭 當時一舉手 司機說來吧 有客人 大渴一聲 打劫全都站在那裡 什麼造型 30歲 中等身材 身高1.7米 黑衣 黑褲 戴眼鏡 黑色帽 黑色背包 黑衣人 沒有的 轉個頭換衣服 天眼會拍到的 拍到車牌的 拍到很多東西的 看看什麼時候抓到人 另外有五個男人在雜貨店叫囂 獲准簽譜行為 這宗新聞很久 又不是 阿布泰 上年二月 現在判了 守行為24個月 控罪撤銷 隨便吧 過去了 不要再提了 另外看看 屯門奪命車禍 死者任通宵班垃圾車司機 歸家途中失事 真可憐 43歲 屯門公路 撞死了 那個是巴基斯坦籍 男司機重傷昏迷 宋怨不治 30名親友 商討後事 神情哀傷 有人哭泣 令人心酸 慘 通宵開垃圾車 由晚上六點鐘做到第二天 清晨 這些很長時間 有太太 還有四名子女 三個已經出生了 很年輕 已經生小朋友 小朋友還在讀中學 真可憐 另外 紅磡炮彈飛車 兩人受傷 紋身司機走駕被捕 剛才凌晨1點11分 一架載著兩男女的私家車 就是沿紅磡道 下車的時候 在紅磡港鐵站 突然間 突然間 掛上路中花槽 斜台撞倒一枝路牌 好像炮彈飛車 撞前兩個車位後 翻側 哇 那兩個傷者 自己爬出來 爬出來 男司機腰部受傷 女乘客肚痛受傷 清醒送軟 事件很嚴重 人們受傷不算嚴重 幸好沒有撞到頭 那些人 另外藍田私家車也是翻側 司機和乘客沒有受傷 厲害 幸好 北角東岸公園男子墮海 懷疑自殺處理 看樣子很年輕 很悲痛 掩著頭掩著樣子 另外東堤小竹 人們說不進長洲?進 進 進去燒炭 男子燒炭 職員揭發 可惜太遲了 昨天下午找到屍 教訪的時候不出來 後備時開門 廁所一盆燒炭 燒炭就死了 34歲姓陳 年輕人 很多 蔡昆南 在環翠村公園上吊? 我在這裏大 我小時候居住環翠 在那裏吊頸 68歲 嚇死人了 在梁亭那裏用電線吊頸 昨晚11點半 說他近來因為金錢問題困擾 不排除因此而沉短 另外荃灣少年墮樓宋苑死亡 十六歲 十六歲 荃灣尖咀道墮樓 飛到一間連鎖快餐店對開 嘩 證實不治 真可憐 另外 那個十三歲的小妹 說過有情緒病 所以就跳了路軌 遺言曝光 下輩還會做你妹妹 嘩 搞這種事 真的 精神問題 家庭因素 選擇了結生命 現場沒有發現 打鬥、掙扎痕跡 這麼小的小孩 懂什麼 他跟哥哥說 下輩再做你妹妹 勸他不要再賭錢 家裡已經很辛苦了 他自稱自己是一個累贅 懷疑他有精神問題 家庭因素選擇輕生 何必呢 對 你說下輩 你信輪迴、信恩果 當然要今世做好些功課 還說做功課 嚇壞了 功課就是他的功德 不用這樣 人生難得 何必呢 想歪了又沒有人教 沒辦法 所以經常說聲文佛法是一件福氣 你知道有得改變 有得改 另外長沙灣食肆無牌賣酒 有男人被人拘捕了 65歲男子 無牌賣酒 九江街食肆 檢獲4千元酒類飲品 另外 屯門 鐵皮牆 蓋了五百萬絲煙 拘捕了三十八歲男司機 所以說這些不能做 說了也不聽 當然 出來走狡猾 還是看報紙 就是不看報紙 不讀書 才搞這些事情 每天都拘捕了 屍煙 哪有得做 你賣給誰 誰都拘捕你 做得大 就被人拘捕了 這些貨物 根本是 沒得做的生意 真是 販毒集團 利有 租公下 就做儲存倉 兩男女賺錢 就販毒被捕 檢獲超過百萬貨 警方拘捕的也挺厲害 周圍都善人 你要出貨 怎麼會不知道 那些詩煙和毒品 每天都聽到 另外剛才說的越南那些東西 有一個越南的店舖 這個盜竊黨拘捕了七人 檢獲二百二十萬的現金裝物 操控便利店燒裝 這麼厲害 偷了一些東西 然後這樣轉手 也不行 現在又拘捕了人 現在又 所以你說警方少了六千八百人 也不簡單 天天都這麼多 都是他們的功勞 另外 說一點點 東涌借錢 黨 內地女說沒有錢吃飯 周圍問人拿錢 有沒有試過 我有試過 有個女兒走過來 問我哪裏吃飯 哪裏有飯吃 我指她 她說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是說我沒有錢 撐你的肺穿得漂亮 去去去去 唉 真是傻 穿到身光鏡 沒有錢的女兒 真是令人害怕 你說是否跟我一起吃 她有些可能是 是的 沒有黏在那些人 貪威識吃 正常有份工作 打一下也不用在街上招飯吃 傻傻 那樣 今天新聞先說到這裏 希望下次 下次再談 拜拜